很冷很干燥 你可以把它放在烤盘里 像我现在拿一个烤盘把它装在里面 然后对不起我应该照顺序 然后等一下把它放在比较温暖的地方 例如说开了一点点温度的烤箱 让它中间发酵这样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这就是已经滚圆的面团 接下来我们来做中间发酵 如果天气很冷或者是很干冷的时候 你放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效果会比较好 就是松弛的效果会比较好 我喜欢放在烤箱里 然后在下层这里加一点热水 这样子温度跟湿度都有了 它就很容易松弛 如果说天气温暖潮湿的时候 倒是不需要这样 放在室温下也是可以的 这是已经中间发酵完成的面团 它比刚才有大一点 因为我们放在比较温暖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给它穿上菠萝的衣服 你拿这个菠萝球 因为它会有点黏手 不大好拍 所以你可以沾少许的手粉 用手就行了 拍 不需要用到擀面杖 你用手拍或者捏 变到一件菠萝衣服 像这样 把它穿在身上 就可以了 你觉得这个菠萝面包好小 那各位放心 这是因为它还没有完成 我们这一个烤盘 家庭式的烤盘 大概只能放六个菠萝面包 所以这个十二个需要放两个烤盘 像这样 轻轻盖上去 侧面也要盖到 不要完全没盖到 每个面包之间要有足够的距离 因为它会膨胀蛮多的 所以如果太靠近的话 等一下面包统统粘在一起了 如果中间有破裂也没有关系 因为菠萝它自然就是表面会有一点 疙瘩痘痘痘痘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还喜欢 故意的让它变成破裂的感觉 这是我们做好的菠萝面包 有时候我们会做一种格子型的菠萝面包 那就是在上面用工具 在你放上烤盘之前用工具 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刮板 也有一种专用的那个菠萝面包工具 它像个罩子 罩上去就自然会切成格子的形状 那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 你就用个刮板 很自然的切格子 先直切 再斜切 它就会变成菱形的花样 这是我们蛮常见的菠萝面包 我相信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样子 挺可爱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切的话 它也会自己裂开 这种叫自裂型的菠萝面包 有时候你两种都会做的话 就可以变一下花样 也蛮不错的 那我们今天呢 一排来做自裂型的另外一盘 让它把它切成格子 这样子来比较一下也不错 这种菠萝面包 这三个呢 我们已经切了漂亮的格子花纹啦 这三个呢我们就让它自裂 因为要自裂 所以等一下我们放进烤箱里的时候 我们不要加热水 因为如果它的环境很潮湿的话 它就不容易裂开来了 所以我会让它裂得很漂亮 我们就不放水 那不放水我们会不会担心这个面包变干呢 不会 因为有这个菠萝皮在外面保护它 所以它不会变得很干燥 就算干燥吃起来是个酥脆的菠萝皮 并没有关系 就像饼干并不怕干燥一样的 所以现在大家看我把烤箱打开来 然后因为我们不放水 所以 我们呢可以稍微给它一点点温度 但是不要一下开得太高温了 最后发酵需要的是大约38度的高温 但是不能到五六十度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支温度计 小小的温度计放在那里 不时的偷看一下 如果觉得里面的温度呢 已经都已经到了38度了 我们要赶快把烤箱给关上 事实上只要一点点时间 应该就会到达38度了 发酵几分钟以后啊 我们就会要看一看那里面的温度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们需要38度的最后发酵 那现在是37度哦 所以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应该关掉你的烤箱的温度了 所以其实你不能完全依赖那个烤箱的温度的指示 因为有些烤箱的温度它最低就已经100度了 所以你只要开一下 确定它里面温度到达以后呢 就把烤箱给关掉 如果你不用烤箱来发酵 也有人会用微波炉 或者是用一个大的保利龙香 总而言之呢 你控制里面的温度在38度 用热水或者用加热来控制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的菠萝已经发酵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变大了 而且变扁了一点 还有呢 这个这是自裂型的哦 它旁边就产生很多的裂纹 甚至跑出洞来哦 就是正常的 它的用的时间 一般我们说 甜面包大概是发到55分钟 发的算相当久 可是这个可能要发更久 因为它是在没有潮湿的环境之下 我们为了让它裂开嘛 所以它的空气比较干燥 所以呢可能会发更久 我们像我们现在就已经发了65分钟 整整多了10分钟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判断的话 也是一样 你可以摸摸看这个地方 这个没有皮 光只有菠萝 光只有面团的地方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那种松软的程度 非常的虚 非常的空虚无力 但是你现在应该不敢用力去搓它啦 你就能感觉到它的那种虚弱的感觉 像这样子烤出来就是柔软的面包 如果你现在摸它都还蛮紧绷的 那烤出来一定是又小又硬哦 所以除了视节以外 用触觉还有看时间 这三管齐下的话 你就能够判断出发酵是不是已经够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烤箱打开 预热 预热完成以后才能把面包放进去 大家看一下 每一桶面包放的位置不同 菠萝大约是放在中下层 然后呢我们转12分钟 12分钟以后呢应该就会有好吃的布罗面包咯 时间到了啊 我们可以看看烤箱 当然中途你也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每次烤还有每个人的烤箱可能效果也不大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颜色很漂亮哦 有时候要看一下底部 如果底部是白白的也不行 通常底部应该会比正面深一点的颜色 我们看到 有相当深的颜色了 再烤下去就要焦了 这样才是最好的最香的情况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 像刚才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长相不大一样 这是这种自裂型的 这也时常看到 在很多店里可以看到 那这就是那种切格子的形状 那以我们这是比较干的那种菠萝皮 所以它会那种干脆脆脆的感觉 这种脆的口感非常棒 可是呢它不大可能维持很久的脆啦 如果明天再吃的话 表面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就没有那么酥脆了 我个人是喜欢吃酥脆的 不过也蛮多人喜欢吃柔软型的 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颜色已经蛮黑的了 就是有上色足够 面包一定要上色足够 不要让它太浅 如果上面下面都白白 像这样的面包 其实吃的蛮容易胃痛的 这种很特别的面包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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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